个股盘口第三部分 请看第二张图 拉升前的盘口特征 通常来讲 绝大多数个股 是跟大盘同步的 你会发现大盘怎么走 个股的走势也怎么走 你如果看着 大盘和个股的走势比较像 那就代表 它是同步的 我们研究拉升的个股 记住 处于拉升的个股 它跟大盘是不同步的 也就是说 我们研究的是 小部分的概率 它不是绝大多数的股票都这样走 而是只有个别的 少数的股票 是按照 拉升的走势走的 那么拉升之前 它有很多的市场的表现情况 这样的话 我没有办法确定 换句话说 你没有办法在盘口 能够找到这样的一波市场的上升 比方说早盘拉升 早盘拉升呢 有的是涨3% 有的是涨5% 有的是涨7% 有的是涨停 在早盘拉升 你是很难确定 这个地方它一定有拉升 即开盘之后 有的股票横着走 有的股票向下走 有的股票向上走 你就没有办法去确定它 我们所讲的方法呢 就是说 有没有方法能够在盘中确定 它有一波的上升 换句话说 这种上升 它的概率比较大 那么一种就是 其中的一种就是 前的盘口走势 它出现一个 在计时盘口上的横盘 比如方说 我们现在图里所画的 这是一种横盘 这是一种横盘 那么盘口中的横盘 这是第一个条件 这个横盘呢 还需要有位置 不能是在 收盘价格下方横盘 当然也有在收盘价格 下方横盘的 比方说 大盘是低开的 低开之后呢 一直运行的比较弱 那么如果大盘是在 昨天的收盘价格之下运行的 那么大部分的个股 它横盘的区间 也是在昨天的 收盘价格之下 但在收盘价格之下 除了在大盘低开 或者是 在昨天的 大盘的收盘价格之下 大盘在昨天的 收盘价格之下运行 除了这种情况以外 通常 拉升个股之前 是在 昨天的收盘价格之上横盘 就是在上面横盘 比在下面横盘要好 再说一遍 在上面形成横盘 比方说 第三张图 这是在上面横盘 这是昨天的收盘价格 15块1毛20 昨天的收盘价格 在其上横盘 那么大家打开 先把这个软件打开 看盘的软件打开 打开之后呢 把几只个股 第一只 是000151的 中乘股份 000151的中乘股份 你看它横盘之前 起涨之前的横盘区间 这属于 既不在至上 也不在至下 在昨天的收盘价格 就在这附近 一直横 横得非常标准 看到没有 这样不算太好 如果在下方呢 还不如在昨天 收盘的价格横盘 那么还有的呢 就是 600516 方大探数 你看这只个股 它起涨之前 它的横盘 就是在 昨天的收盘价格 至上横盘 至上横盘 代表什么 代表 厂内的所有的群体 它有利润 有利润呢 它还不涨 它也不跌 它是横着 这就好比 这就好比 这个 我们在研究 日K线的时候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满盘获利 而不抛 又是阴线 就是说 这个阴线呢 是历史最高的 这个日K线 也就代表了 所有的人 都是盈利的 满盘获利 但是呢 它并不抛售 换手率低于3% 代表低换手 代表大家都赚了钱 但是不卖 而普通的投资者呢 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大部分呢 都是 变了有利润 就想 获利了解 所以说你看啊 导致我们损失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 留不住利润 一涨了就想卖 涨一点就想卖 跌了就不想卖 想着能回去 然后呢 越跌越深 越跌越深 你赚20支 有可能一次亏损 把所有20支的利润全回去 这也是导致 很多人亏损的 最主要的原因 赚的时候赚的少 赔的时候 一赔赔个大的 所以说 在我们研究 这个投资者的时候呢 特别研究了这个 当你获利的时候 市场的抛压的问题 我们发现 在整体的市场 处于一个 获利的初期阶段 并且 是阴线 并且是满盘获利 并且换手率 比较低的情况下 这样的个股 是高控盘的个股 叫主力高控盘个股 同样 比如说 你像600516的方大探数 早盘的大盘 是有涨有跌的 看到没有 就是今天的大盘 是有涨有跌的 可是这只个股呢 一直在于 收盘价格的上方 出现横盘 既有利润 但是呢 整体来讲 波动非常小 获利而无抛压 代表主力控盘 但是它这个横盘呢 是需要有一定的成交量 进行刺激的 它不是所有的横盘 全部导致上涨 你看有的股票 就在这横一天 明天继续横 跟大盘似的 大盘这两天呢 就像螃蟹一样 横着走 不跌 横着走 虽然说 尾市有收低的这种迹象 但是你看 它整体的幅度非常小 十多个点 而且连续几个交易日 都是这样 所以说呢 拉伸前的盘口特征 就是我们来找一些 确定的拉伸盘口 就是成功率比较高的 这种拉伸盘口 它之前要有一个横盘的 这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 拉伸之前要有一个横盘期 那么这个横盘期 它不属于第二个条件 这个横盘期 有一个要求 就是 在昨天的收盘价格 上方横盘 比较好 我们再看002 279 看到了吧 九旗软件 那么这只股票呢 在今天盘中的时候 也输了 我没有说股票的名称 但是我说 我说软件类的龙头是什么 上次说的是 水雾龙的龙头是什么 港口类的龙头是什么 逐渐地培养 我们在盘中 记住 我们现在是晚上的上课 晚上上课呢 是讲系统的方法 盘中上课呢 是计时的方法 计时的方法 包括我们收盘之后 如果临时加课的话 也是计时的方法 计时的方法呢 会更贴近于市场 在慢慢地培养 大家选择 和看出龙头的这种 方法 有些龙头 它是有气势的 在气势上 你能够看出来 它就是龙头 那么有些股票呢 封不住 上去呢 又下来 上去都又下来 有很多股票 比如说今天的 有一个燃气 对吧 有一个燃气 长春燃气 冲至涨停 冲的挺利索 但是呢 没封住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买入 涨停板追入 到现在就损失巨大 这也是我们上节课所讲的 就是 长春燃气 在冲涨停的时候 黄线和白线 它配合得不好 白色线拉涨停了 黄色线不动 均降线不动 只在5%左右 那么这个时候呢 冲涨停 它的难度就很大 所以说 我们继续攀中 发现的时候 你如果发现了 哪只股票 冲至龙头 一定要把它加入到资源股 甭管你买不买 一定要把它加入到资源股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大盘 它的起涨 或者是它的上涨 是跟龙头股有莫大关系的 上节课 我们讲龙头股的时候 重点讲了 那一波的煤炭股 600348的 国阳新能 现在叫杨权煤液 它的上涨 其后 涨停之后 形成隆动之后 它的走势影响了整个 煤炭股的市场的走势 所以说 大盘动不动 在当时 就要看煤炭股动不动 煤炭股动不动 就要看杨权煤液动不动 所以说最后变成了什么 整个市场都在看杨权煤液了 三四八了 包括前几天的券商股 港口 文化船 包括近期的水雾 和 今天下午的软件 等等 它都是有龙头在里的 每一个板块 它如果出现了板块上涨 一定有一个是零涨的 它就是龙头 所以我们要是 在计时的盘中的 咱们的学习过程中 首先来讲 对龙头要有一个好的认识 第二个就是 对于盘中出现的情况 做即时分析 那么我们今天所讲的 拉升前的盘口特征 就是说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特征之后 它出现了 那么这只个股 有可能出拉升行情 那么第一个条件是 在之前要形成一个横盘 分时线上形成一个横盘 那么这个条件 有一些细微的条件 就是横盘一定要在 昨天的收盘价格的上方 第二个条件 在横盘的区间的 颈线位棒量 横盘代表什么 好 我们再看这个 下一张图 个股的走势 跟大盘的走势 同步性很强 那么你看上面 这是个股的走势 下面的是大盘的走势 它跟大盘 它跟大盘走的几乎是一样的 这代表什么 同步性很强 那么这种呢 通常是 很少有主力资金进行观照的 它跟随大盘走 它没有自己的个性 没有自己的性格 气势 那么我说的就是横盘 这个横盘呢 它受大盘的影响比较小 除了在昨天的收盘价格上方之外 还有一个要素呢 就是 受大盘波动的影响比较小 没有办法 完全没有影响 大盘不可能 对个股完全没有影响 只不过呢 就是大小的问题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在一个位置形成横盘之后 它既然形成横盘 就会反复地冲击一个位置的高点 未过 比如说第一次横盘冲击到这 大概15块钱毛起 没有过去 再冲 没有过去 再冲 没有过去 包括我们自己手中的个股也是 你会发现这个情况 反复冲一个位置 同一个位置 要是过不去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 就会形成一个阻力带 卖一到卖五 每到这个位置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卖单非常大 因为它不是一次堆积的 第一次冲到这 欲组回落 代表什么 这个地方压力已经很大了 第二次又冲击 又到这个位置 那么后边看到这个位置的人 他又把新的卖单堆积在这 下次再冲又堆积 反复冲几次之后 这就变成了一个明显的阻力带 也叫做井线 多个高点的连线 成为井线 盘口形成井线之后 就堆积成了 比较大的尾卖单 也叫做尾卖堆单 尾卖堆单 就是卖一到卖五 有很大的量 或者是说我们只说 在一个比如说 反复冲15块7毛7 未果 那么在15块7毛7 这个位置上 就出现了很大的卖单 记住啊 这个卖单是尾卖的 没有成交的 委托的 叫做尾卖堆单 这个单 一旦它形成一个 比较大的市场阻力之后 对于市场压制是非常明显 也就是说 小资金过不去 为什么每次冲这都过不去 就是因为单子太大了 没有力量 后劲不足 它是一把双刃剑 如果这个卖单 每次都压制着行情的上涨 但是突然有一次 这个重点的 被市场上所有敏感 关注这只股票的敏感潮手 都认为是阻力的地方 一旦放量冲过去了 那么行情就是起涨了 所以呢 起涨即拉升前的盘口得正 主要有几点 第一呢 出现横盘 第二呢 收盘价格上方的横盘 第三呢 横盘 尽量要 比大盘更加的独立性一些 第三点 是第一个条件 就是要出现一个横盘 第二个条件呢 就是横盘所形成的颈线 或重点的阻力位 形成的尾脉堆单处 再形成巨额成交 或者是大量成交 把这个重点的阻力位 横盘的阻力位吃掉 行情自然而然就起来了 这个我试过多次啊 甚至你可以用 不到一千万 几百万 就能把一只股票的股价打起来 关键在于 你把这笔资金所投放的位置在那 比如说你不在井线位 或者这只股票跟大盘是同步的 我跟你讲 你这钱白滑了 白滑了 市场一点动静都没有 包括很多次这个 这个灰晶公司买这个银行股的时候 问题不在于你有多少钱怎么买 而在于你在什么位置买 在什么情况下买 才能把这个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 颈线位横盘颈线位 重点趋于放量 绝大多数个股 那么看到了这个 市场的重要的阻力 吃掉之后 跟风盘是非常踊跃的 除非大盘太恶劣 只要在大盘稍微配合的情况下 这只股票就起来了 所以说 我们研究盘口拉升 研究这么长时间 早盘的盘口拉升 有 但是它没有可研究性 为什么 没有盘口特征 你除非看到了 它已经拉升上去的 在起长点的研究 就是拉升前 它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你比如说早盘 它的情况 它不一定非得是拉升前的情况 有的是高开 有的还往低走 所以说 拉升前的市场的盘口特征 比较准确的 就是这种 在收盘价格横盘 然后经线位放量 冲过阻力区的 只要看到一放量 大单一根入 你就可以跟了 它的最大的好处呢 就是它买一个确定性 就是 你不能说 它有的量放的 有的量放的过大 把价格打得也太离奇 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样的个股 把价格打得太离奇 不能买这样的 只要在起涨的初期 通常后边呢 都会有一定的市场的涨幅 大盘只要稍微的配合一下 或者是 不下跌 那么这只个股就导致什么 你当天买入是盈利的 那这你就占了很大的主动权 我们为什么要找五分钟低点买入 五分钟高点卖出 你比如说五分钟低点买入 你当天买入是盈利的呀 次日不好 次日不好你就出来了 假如你当天买一高点 五分钟高点 你看我们每次给的 五分钟低点和高点 你看下面的成交量 基本上都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 它肯定是有买卖的 五分钟 再大的五分钟低点 包括这波的最低点 21320 也是有买卖的 有人就在这个地方买出了 这波的高点2450 就是在这个地方买入了 那么这跟盘口的走势是一样的 你买了一个 非常不舒服的地方 那么什么是最舒服的地方 就是买完之后即涨 这是最舒服的地方 五分钟低点有一定这个效果 所以说为什么五分钟低点 这么受大家的欢迎 就是我们找到这个五分钟低点 确实好使 买完之后这个行情就涨 有些时候我们说 它就有可能形成今天的最低点 它即便不是今天的最低点 那它绝不是高点 盘口也是这样 那么绝大多数个股 符合大盘 那么就代表了 你个股也买到了低点 按照这个方法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方法 横盘突破的一个方法 它是买在了起涨点 那个还跟我们找大盘的方法 还不一样 大盘的方法 只是找到低点 其后的市场怎么走 个股怎么走 不知道 但是如果出现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方法 其后的个股 通常会出现拉升 什么是拉升 就是快速的上升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在关键的阻力位放量 首先是要放量 第二 放量的位置很重要 在别的地方放量 白放 不在阻力位放量 白放 对于这个成交量 没有这个方向的要求 我们既不需要它是主动性买盘 也不需要它必须是主动性卖盘 就是到底是S盘还是B盘 内盘还是外盘 不关键 关键在于放没放量 你比如说今天 你比如说这个前天吧 601398 工商银行 突然就放了很大的量 也是在咱们的学员的直播里 每天跟大家四个小时学员互动 其实有一些细节 有一些细节都在这里边 它全都是B 中间有一手一万多手是S 就是大部分都是买的 但你看其后银行股 没怎么涨 虽然说宁波银行就快充值涨停 但最终它没有充值涨停 而工商银行出现的涨幅比较小 那么你看今天 工商银行也出现了一个大单 单笔大单成交 今天 但是这笔大单呢 它是B盘 它是S盘 卖盘 你说工商银行 它算不算横盘啊 抱歉 像这么盘子大的 不能算是 我们所形容的这种横盘 它也算竞仙为放量 它为什么不算呢 因为它这个价格走得太不 这个平缓 我们上前所讲的 就是盘子太大 导致什么 每上一分钱都很难 它挂单量太大 所以它并不是行 这个行情所形成的阻力 而是自然形成的阻力 所以说呢 这就要差 那么我们现在所举例的就是 随着行情所运行 它先形成一个横盘 在昨天的收盘价格的上方 然后呢 颈线位 多次凸 一个高点 没有过的颈线位 出现下边的放量 记住 一定是下边的放量 而且这个量 放的一定是非常明显的 越大越好 但这个大的成交量 它虽然说是越大越好 这个大的成交量 它不能 这个比较大的成交量 不能过多的把价格 比如说现在的价格是15块7毛7 一下子打到16块7毛7 打到1块钱 不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样的情况中间会有什么呀 很多的价格差 那么你看到这个量 你再往上买 怎么样 就追高了 就追高了 从15块7毛7 到16块7毛7 中间有一块钱 然后你看到这个量 你再买 你就买到16块7毛7了 就追高了 所以说呢 放量是一个要求 在减钱外放量 是另一个要求 第三个要求呢 就是放量 还不能把价格打得太远 可以打几分钱 可以打几分钱 但是不能打得太远 因为如果一个单边的大单出现 把价格从底部向上拉离很远的时候 出现一段时间的成交真空 那么会被回补下来 这是能懂得过 懂得打一 不懂得打二 大部分懂 所以说我们在自己手中的个股 遇到这种情况也是 如果出现有一单子 有一单子 突然从十块钱 被打到十块五了 中间五毛钱没有成交 被一个单子横扫了 但是你想想 所有这么大盘的 所有这么大盘的 它都不是正好 刚好你比如说下面成交了三千手 它刚好就用三千手买上去 不是这样的 通常是什么呀 通常是买了五千手 成交了三千手 这三千手从十块 一直扫到十块五 那么就代表它还有两千手 没卖掉 那么你赶紧把它这两千手打掉的话 你就赚五毛钱 纯赚五毛钱 这能理解吗 理解的打四 不理解的打五 我记得今天有一只个股 我找一找 好 不理解 很多人都不理解 大家看一下 找一只个股 600158 不对 600185 隔离地产 你看今天早盘 你得看这个01分笔成交 01分笔成交 pitch down 按上翻页 一直翻到 尽早开盘的时候 看到没有 9.25分 6块4毛1成交 9.30分 6块4毛2成交 9.30分 6块4成交 9.31分 6块4成交 9.31分 6块8成交 看到没有 从6块4突然就变成6块8 成交的手数是 6395手 中间从6块4直接打到6块8 但你想 它不可能只挂了6300多手 它肯定是有一笔单 没来得及撤 然后 7块 4131手 7块钱4131手 从6块4直接打至 快涨停了 打了6毛钱上去 7块 然后呢 6000 在6块8成交了1213手 发现没有 这手卖的非常聪明 这是个S盘 这手卖的非常聪明 后边又有一个7块钱 卖出268手 看到没有 之后又有一个7块钱买入的 然后又有一个卖出的 为什么 假如它是连续性成交 从6块4到6块4毛5到6块5到6块5到6块6 一直到7块 你就不能这么卖 因为什么 你不确定 因为它已经充值涨停 充值涨停 如果封住 第二天就会高开 你卖就卖丢了 但是从6块4直接干到7块 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卖 在它来不及撤单的这种情况下 你就卖 一个是撤单 一个是下单 看谁快 所以说你看今天至少有两笔 第一个呢是三笔 第一个呢是7块钱 卖掉60手 第二个呢是6块8 卖掉1200手 第三个呢是7块卖到268手 这些都是卖的 主动性卖的 那就代表什么 买一的单子没撤下来 才会形成S盘 我们上线课所讲的这个S盘 价格出现真空 这个期间一卖 卖完之后你看 隔一分钟 也就是说9点 价格就开始回落了 到5块3 6块5毛3 那你从7块钱卖掉的 或6块8卖掉的 这中间有三毛钱的价格差 一共6块多钱的股票 三毛钱的价格差 就是将近5%的价格差 对吧 这5% 不赚 所以说呢 往下打也是 往下打也是 你看有些股票 现在10块钱 一笔 盘中 记住啊不能说开盘 开盘不一样 开盘可能有消息刺激 盘中 一直维持到10块 突然有一笔 打到9块 或者是9块2 9块3 那么这 那这中间就有很多的价格被横扫 那他卖出这个单 他不一定能来得及撤出单 还有这种情况 就是啥呢 这是这个 这个 乌龙纸 点错了 固扫期货出现乌龙纸 这一天赚30%多 固扫期货乌龙纸 把这个主力合约 变成这个下约合约 结果一下子 把固扫期货打直跌停了 八十手 瞬间又回去了 但是你想想 他发现他撤单 发现他下缩单的时候 这撤单是需要时间的 包括很多 他有可能不是下缩单 他就是故意打压 看看下面的承接能力 你包括格力地产 这个格力地产 我今天关注了一下 你看他日K线几天前 他还有这么一次 也是在早盘 刚开盘 9点32分的时候 就往上拉了一手 不行 看没人跟 花又下来了 他做的 怎么说呢 这个 从 这个价格 用了几千手 把中间的价格 所有的价格都横扫 这个不是很 不是很高明 放量要在重要的位置 如果不在重要的位置 放量 白放 没有人跟 而且他反向的 他不仅不跟 他原本不打算卖的 现在打算卖了 这就是盘口 好了 我又找了一只个股 作为讲解 实地讲解 大家能懂 能知道了吧 这回了解的打一 不了解的打二 还有一只个盘口很怪一样 这里边可能在后面会讲的 我们正好讲到这的时候 也一起都讲了 三零零零零九磅 大家打一下 高新星 看到了吧 在今天下午 在今天下午 14点22分的时候 价格呢 已经充值涨停 10块7毛3 充值涨停 14点23分的时候 从10块7毛3突然被一笔单 7674手的这一分钟的总的成交单 给打至10块06分 10块06分 你还是看这个01的分笔成交 找到14点23分 14点23分 好 大家看 14点23分 有一笔2448手 从10块07毛3 打至10块04分 看到没有 然后呢 这笔盘后面是S 主动性卖出 然后呢 紧接着有三笔 10块04分买入 第一笔299手 第二 四笔 299手 170手 187手 2400手 看到没有 这四笔总的成交 大家可以加一下 近 23000手 近3000手 也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在第一笔 14点23分 这股价在涨停呢 10块7毛3 然后呢 有人按10块04分网出卖 价格当时在10块7毛3 他按10块04分网出卖 差7毛钱 卖多少呢 卖5500手 其中2500手 直接把价格从10块7毛3 打到10块04分了 剩下的3000手 挂单 未成交 然后马上 你看到没有 一分钟没到 马上被市场给吃掉了 全是B盘 就代表什么 这个挂的单 没来得及撤单 被别人吃了 不管它是乌龙纸也好 还是下错单了也好 那么最终呢 是这种结果 也就是说 假如说你有这只个股 或者你正在关注它 关注这只个股的人 肯定挺多的 因为当时涨停了嘛 对吧 当时涨停了 涨停了之后的瞬间 被打下7毛钱了 你正好挂着单 你又正好看到了这个价格 你把这10块04分的价格给买了 你看 到14点24分的时候 又恢复到10块7了 看到没有 那就代表什么 你14块04分 一挡了7毛钱 赚了7% 这是盘口 也就是盘口 它如果出现 扫盘式的真空期间的这种 大单成交 我们应该是反向交易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图 假如说 在一个横盘不出现放量 横盘不一定避着 它不是必须会上涨的 它不是必然会上涨 假如说这只横盘 它不出现放量的话 全天有可能一直横在这 所以说 横盘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 放量是另一个要素 横盘有几个条件 放量还有几个条件 两个大条件加起来 是拉升前的市场的走势 好 这就是拉升前的市场走势 好吧 好 我们再说放量 另外的一个细节 我们看 该股在9块09分的位置 放了很多的量 1900手 3000手 1112手 3000手 2000手 1000手 那么这些手加起来一共有多少 将近12000手 12000手的市场的放量 用了8笔 上面还有 上面还有 13000手 13000手的市场的放量 用了8笔 那么这样的放量 其实是不如一笔放出来 比如说后边的8418手 和8203手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现在目前呢 有一根雪糕 你是一口把它吃掉 还是一点一点把它吃掉 叫做一口吃和多口吃 如果把这个资金分散了 同样是你看 它成交并不是说 9块09 9块钱09分 它只有一千手让你买 或者是一千九百手让你买 不是这样的 9块09分这个价格 你看我所画的这个价格 这个区间的这个价格 它后边的成交 全是按9块09分成交的 那么把这些单子加起来 是一万两千手 为什么不在9块09分 直接放出一万两千手呢 它的效果会更好 比方说 9块09分 如果是一万手 就是一百万股 一百万股就需要九百万块钱 就这笔单 这一堆单 是需要九百万资金的 那么九百万资金 如果一笔吃 就代表什么 它是一个人的动作 那么现在呢 它是分为多笔吃 你就不敢确定 它是一个人的动作 如果你不敢确定 这笔单 它是一个人的动作 那么就有可能是什么 一堆人在做一个事情 和一个人在做一个事情 不同 那么 现在目前 有一百万两百万的 很多啊 炒股的人很多 所以说呢 你就不敢确定 它是主力的行为 但是呢 假如它放出了一万手 九百万 九百万买进去的 你说那也不一定是主力啊 那有可能是大户啊 大户 首先中散户是排除了 没有这个钱 有这个钱呢 大户有 但是不一定有这个 破例 你有九百万 你要一次性买入吗 你要一次性买入一个吗 你要一次性买入一个 在同一时间 同一个位置吗 所以说呢 单笔大单成交 是寻找主力的非常好的方法 它不分散 你看后边 八千四百手 八千两百手 之前的价格 从九块钱买入之后 你看 随后价格并没有出现上涨 九块零八分 九块零九分 九块零八分 九块零九分 一直在这震荡 可是当出现了一个大单之后 八千手的大单之后 从一毛八就变到一毛九 两毛两毛三 两毛三又出现一个八千手之后 就变到了两毛五 两毛八 甚至从两毛八直接跳到三毛二 三毛三 三毛八 价格上升得非常快 这就是一口吃跟多口吃的不同 也就是说 既然我们选择了横盘 既然选择了横盘的地方 要放量 那么这个量 最好是一笔放出来 这个量最好是一次性放出来